这几天很多人应该看过这个新闻 说娃哈哈开始大规模的铺冰柜了 有时候真的是天命 说实话娃哈哈早就想这么干了 但是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中老四世 而后演化成全国范围的哀悼和力挺的话 甚至很多店铺现在主动要求掐娃哈哈的冰柜 对吧 娃哈哈这个事估计真的推不下去 其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中有几个小事跟大家说一下 娃哈哈早在十年前的时候 也就是14年 他们的销售额就做到了700多亿 已经是全国第一了 10年后跌了 跌到只有500多亿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一二线城市 铺不开渠道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一二线城市的 你们是不是发现去到一些小店铺 小商铺里边没有娃哈哈 吞进水 5年前的时候 其实中复利就说过 说他们想要做一二线城市 但是说怎么做的时候 采访并没有很明确 只是说了一句 消费者喜欢什么 他们就必须出现在哪里 这样的话 其实只是有些话没有说 就是娃哈哈的渠道体制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 他们用的是叫做一个连销体制 简单的来说就是提前给定金 差不多是预计销售额的11% 年底的时候返还给你 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完成任务 或者创货的话 这就没有了 返给你的时候 还会给你利息 它不会少于银行的利息 或者加一点点利息 第二个就是你必须要提前先打款拿货 你得预计自己卖多少 然后提前打款 而且要保证销售额 这个很重要 完不成任务的话 就有可能会被淘汰 这个机制是30年前中庆后发明的 也就是90年 据说还入选了哈佛三学院的案例 真假咱不论 但是当年是真好使 大家捆在一起做买卖 甚至这套模式 在达能争夺 娃哈哈控制权的时候 在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的时候 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就是所有的一套 其实说白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个我在直播的时候有讲过 如果大家有兴趣 我也可以单独给大家再补个视频 但是在那个年代 30年前的时候 说白了不需要 所谓的入门的门槛 谁有或谁的渠道 扎得深的话就能挣钱 但是谁想到后面 渠道的模式变了 特别是农夫山泉 可口可乐 百事可乐 康师傅这四家 而他抢一二线城市的店铺 抢得非常的凶 各种能力的往下面去推 各种政策呀 补贴呀 往里面去送 好 现在摆在店铺面前 你说你要谁的并贵 是吧 人家那边给的钱更多 给的政策更好 你这边呢 政策比较一般的 想都不用想 是吧 那为啥娃哈哈 也不这么干呢 就是因为当年这些区域 都是经销商自己在做的 他不是娃哈哈直营的 这30年都这样 不自己下场 去吃经销商的利益嘛 但是进入到这个时代之后了 打架额仗 铺渠道是要钱的嘛 特别是一二线城市的 很多好店铺 那都是要进场费用的 是吧 经销商就得要琢磨了 首先我得拿自己的钱去铺 也不说我有没有这么多钱嘛 再一个 我这边还要去保证销售额 对吧 我因为我跟你签了协议 然后我还交了所谓的定金 如果说我挣不着 我卖不出去那么多 我自己要去承担的 而且还有可能会被踢出 娃哈哈的经销商体系 那算了 我还是踏踏实实吃我原来玩你的肉吧 另外一方面不知道大家意识到没有 就是娃哈哈的纯净水 其实你在一二线城市可以看到的 小店铺里面看到的不多 就是因为这个玩意儿其实价格太便宜了 他赚不着啥钱是吧 而另外两个爆品像AD盖奶和八宝葱 他也不需要冰柜啊 是不是 所以打着打着 在一二线城市的冰柜呢 就越来越少了 这就造成了出新品又不好卖这样的现象 那你能好卖吗 你的网点都在四五线城市 三四块钱的新饮料 往往都是在一二线城市 打开销量之后再慢慢的下沉 人家有好几万个冰柜 不让摆你的货 你就几千个冰柜 你自然卖不出去量啊 好了恶性循环 新品出一个死一个 最后还被骂 说跟不上时代 你说这 实际上是我跟不上时代吗 是吧 这个是实在没有办法呀 我没有那么多冰柜 没有那么多销售点 是不是 娃哈哈呢 又不能完全把这些原来的经销商给 体系给推翻了 是吧 所以就一直僵在那里 谁能想到竟然因为中老的去世 给娃哈哈一次重生的机会 现在想一想 中复利也算是天命所归了 真的 现在全国消费者要扶他上马了 我琢磨着这个机会 他是不会错过的 最后祝好吧 如果卖得越好 你们信不信 中国的饮料市场的单价就会被打下来 全民受益 是吧 是吧